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卖点出版公司的新书 日本左派的作家家庭周一 他的回忆录 标题叫做杨之歌 在这本书里面收录了邱振睿的一篇导读 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 家庭周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以及他所写的这本回忆录 有什么样的特色 邱振睿一开头就点出了家庭周一 非常重要的身份 他是一个日本的左派知识分子 他呢 1919年出生到2008年 已将近90岁的高龄去世 他长期以来抱持着鲜明的反战的立场 严厉地批判日本军国主义 以及军国主义权力构造的论述 成为日本战后左翼史观的代表作家 他在1981年 共同参与发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词 叫做九条会 九条会这个九条呢 指的是日本战后宪法的第九条 这第九条规定 日本是永远不能够有军备 永远不能够对外用兵 那日本的右派团体 一直想要修改这部宪法当中 由当时的美军主导 所定定下来的永久和平不得无装的宪法第九条 而九条会就是要反对修宪 这九条会里面最有名的其中的一位成员 是诺贝尔文学长得主 大将奸善狼 他也是一位在日本非常有名 立场极为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 另外可能有人知道的是哲学家 梅约蒙等等这些人 他们是为了要维护 现今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精神 后来呢 他们的主子在于维护 现今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精神 家旦周一 他长期担任医生 可是呢 后来他放弃了他医生的职务 致力于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 以及文学创作 家旦周一的经历很特别 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面 但是呢 很早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 高中的时候开始写作 喜欢阅读日本古典的诗歌 特别是欣赏日本古文当中的音乐系 1942年这个时候呢 他23岁 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 他和中村正义郎 富庸武艳 挖天起作 几位作家 共同创办了一份 Martine Boétic 杂志 Boétic就可以想见 这是一本 跟诗歌有关系的杂志 最重要的呢 他们是要创发 日文现代诗的一种新的格式 那家旦周一 特别写的是 日语定型的押韵诗 其中有一首 樱花小象 在当时非常受到欢迎 曾经分别受到 好几位知名的作曲家 把他谱为歌 家旦周一在就读东京大学 那时候他念的是医学部 他就开始选修法文课的课程 诗诗 在法文这一部分 他的老师是杜边一夫和中导建厂 这是两位法国文学专家 另外他也对于歌舞剧 《男剧狂言》 也就是日本传统的戏剧演出 非常感兴趣 并且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 特别是喜爱 法国文学 像是安德烈·基德拉 像是马西尔·普瑞斯特 以及贝拉契 这些人的作品 在当时都特别引发了他的注意 而是大战结束之后 加旦周一发挥了他医生的专场 他曾经去担任 美日原子弹爆炸影响共同调查会的成员 在广岛实际调查原爆的受害者 到了1947年 他和中村真一郎以及服用武艳 他们几个人共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篇 宣言式的文章 那是1946文学的考察 因而受到日本文坛的关注 同年他成为文艺杂志 近代文学当中的成员 推开了新的文学活动 接着他陆续出版了文学论述 小说 戏剧等等不一样的作品 到了1951年 他又取得了 法国政府公费留学生的资格 前往巴黎大学 去研究血液学 但是呢 这当然只是他花的时间其中的一部分 他当然非常沉浸在 巴黎的那种文学跟文化的气氛里面 而且呢 替日本的新闻杂志 发表文学评论 并做跟巴黎相关的各种文化文学的报道 到了1955年 他又从法国回到日本 发表了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章 称之为 日本文化的杂交特性 这主要是 要从欧洲文化场域 对于日本文化进行再思考 在次里行间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他以欧洲的文明作为中心 批判过度美化的日本文化 就像是纯种一般 因此呢 体质虚弱 现在日本文化当中 充满了保守性和落后 这都来自于 纯种的追求 或者是纯种的特性 因而日本的文明 应该要进行 杂交 融合 把外来的文明 把外来元素 吸收进来 才能够培养出 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他进一步 把矛头指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军部打出来 叫做 鬼畜弥英 这是 把美国跟英国 当成 不是人 不像人的敌人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口号 但是呢 却无法摆脱 战败了之后 被日本人口中所说的 鬼畜 米英 当中的美国 给占领了 这是对于 日本帝国自身 最大的讽刺 接下来 他又以 他在西方的体验 再加上了 一些虚构的内容 出版了 重要的唱片小说作品 《命运》 另外 他在1957年 把日本文化的杂交特性 扩充成为一本书 这个书的书名是 《杂种文化》 日本一个微小的希望 也就是 日本必须要摆脱 纯种文化的这种想象 跟这样的一种性质 才能开拓出 文化上的未来 他热衷于文学创作 和文化批评 以至于 花在这上面的时间 多过于他所从事的 医生主业 所以到了1958年 他就正式宣布 七一重文 专门从事评论 他先后参与 《荒正人》等作家 所创办的 近代文学 还有由 《画电清辉》 所组编的 《重合文化》 中野从此 非常左派 则是日共作家 他们所办的 新日本文学刊物 《家旦周一》 发表了很多 文化评论 和政治的观点 尤其是 特别关注 法国在抵抗时期的文学 展现他对于文学 和政治的坚持 这样一位 有着鲜明立场的作家 《家旦周一》 在文化评论 和政治的论书上面 非常清楚地表现出 左翼作家 思想的激动 不过呢 他的水笔散文 也写得很好 杨之歌就是这样 将知性跟感性 予以融合所产生的作品 这些文章 曾经在朝日晚报连载 文字优美喜恋 清景细腻生动 有评论家就指出 这已经超出了随笔的范围 而是可以唤醒 读者 找回非常重要的时代 那是战前日本 战前日本最美的地方 在于乡村 而且呢 也可以将这些水笔 回忆 当作哲学思想 文学跟历史来读 邱正瑞就举了几个例子 其中有一篇 叫做《外祖父的家》 这里关于风景的描述 非常的美 他说 道和神就共在那 较为低矮的树影底下 从阎朗这一头 无法看到 但是 如果顺着树重间的时间 往前走 会先看到一座 珠红色的小鸟居 然后是一个 齐尖的高石台 石台上面是一座神坎 神坎两边 各放着一尊石雕的狐狸大仙 金雕细琢 一看就知道 出自于明家之手 神坎总是收拾得很干净 前面还会放着贡品 树梨种在斜坡比较低的地方 下面还有一道石头 所砌成的矮墙 石墙外面是一条小路 针对着一间一间出租房的大门 另外在 《泥土的香味》这篇文章里面 他会想故乡 火车驶过荒川铁桥的时候 在前面迎接我的 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车轮滚过铁桥的节奏声响 骤然变大 在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从 日常生活的时间表里 被彻底的解放 侧窗外一排排的房子和人影 消失不见了 荒川的河水 在广阔的天地和河滩之间 闪闪发光 一个和我平常住惯了的城市 截然不同的空间 我不去想旅途的终点 在确认静烟灯熄灭了之后 点燃起香烟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与他人无关 自关乎自身 思考自己现在为什么在这里 脱离了所有社会关系的那一刻 我开始品味我自己 的确在这些水笔当中 和刚刚为他介绍的家庭中医 他的那种激烈的左派立场 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一本回忆录 当中放进了许多 丰富具有高度 温学性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阿爸阿燕燃 LAM1134 为什么不变得 �� primer 生活过后轻松自在的生活 你和我都渴望拥有 转到收音记忆里的这个朋友 FM主3.1台北video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像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广播电台 感谢邻居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主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麦莲出版的新书 加藤周一的杨之歌 这是一本以回忆内容为主的水笔 加藤周一刚刚在休息之前 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日本战后非常重要 重分量级的左派知识分子 不过在这本回忆录里 可以让我们多少占之 为什么他会从一个专业的医生 走向变成了带有高度 文化批判立场跟态度的 这样的一位写作者 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在这本书里面 有一篇文章就叫做 叛逆的兆头 或者是叛逆的起源 他说 我的双亲 我的父母 严格禁止 孩子独自去看电影 他们自己呢 父母对电影 戏剧演出了 也不太感兴趣 所以几乎没带我跟妹妹 去看过表演 小孩不能自己去 父母又不太会带去 所以怎么办呢 他说 我能够进电影院 还是托住在涉谷的外祖父 带着我们看电影 之后呢 再去有名的西餐厅用餐 变成了外祖父的乐趣 但是呢 他从来不带我们看 日本拍的电影 每次看的都是西洋电影 他说 我年纪这么大了 现在也想不出来 到底为什么 一定都是看西洋电影 大概外祖父 喜欢在电影里 寻找异国风情 回想他年轻的时候 在海外体验过的快乐 年轻的时候 闻过的香水的香气 年轻的时候 尝过的葡萄酒的滋味 年轻的时候 曾经触摸过 女人头发的触感 还有女人内科的表情 和说话的声调等等 住在东京的外祖父 他身边不如意的事情越多 就使得那些回忆 西洋的所有这些元素 显得珍贵难忘 于是就连黑暗中 令人目眩的光影 都能够给他带来 B样的意义吧 至于小孩 则是被电影的剧情吸引 屏住呼吸 一直紧盯着荧幕 外祖父却经常看到一半 就站起身说 哎呀 差不多了吧 剧情的发展对他来说 似乎无关紧要 当时的电影还是默片 涉谷的电影院 就配了一个小乐队 根据电影画面变化演奏 不同的音乐 当画面上出现了寄兵 在策马奔驰的时候 就配上 Rossini歌曲的序曲 遇到了喧闹骚动的场景 就用法国的康康舞曲 那文明天下 奥芬巴哈 所写的热闹音乐 男女主角互相爱慕 深情对视的时候 就会配上小提琴演奏 马斯奈的《梦幻曲》 配乐用的曲目有限 听熟了之后 即使没有说明 也能够看懂 萤幕上在演什么 甚至还能够把 接下来的剧情 拆得八九不理十 在这中间 涉谷电影的乐队 竟然还能够改编 能剧或者是歌舞级的音乐 把音乐演绎成为 时下的流行风格 为了让不熟悉西方风俗的观众 能够顺利地看懂电影 电影院还会细心安排 在日本称之为叫做活变 也就是在台湾 我们称之为叫做辩识 这样的解说源 这是 这有点像后来电视台 播放歌剧的时候 会将管弦的部分消音 来说明剧情 这种做法很相似 不过过去的活变 或者是辩识 把解说转换成为非常巧妙的形式 在独创性上 后来的电视台歌剧解说 没有办法与之相比 就如同狂言的登场人物 经常被归纳成为主人 太郎观者 或赤郎观者三人 活变会把西洋的动作片的登场角色 取不同的代称 女主角余力都叫做玛丽 男主角正派的都叫做乔治 然后反派都叫做Jack 在恶霸Jack眼看 就要追上玛丽的情况底下 解说源就说 玛丽哭喊着乔治的名字 但门并不紧紧地锁住了 玛丽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乔治救命啊 啊 这可怜的玛丽 她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就在此时 荧幕上画面一转 要赶去救人的乔治 在荒野上策马狂奔 大部分的好莱坞电影 都是这样拍的 让这三个角色 这三个人刚刚好够用 他说我小时候 很喜欢看这一类电影 但在伦理上或世界观上 却没有受到这种 正反派恶元论的影响 我很少会为了要接受影响 去涉骨的电影院 到后来大量观赏西部片的时候 又已经超过了那样的年纪 有关于正义 有关于人道 观点并非来自于电影 而是在不久之后 跟外祖父一起看的电影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让加藤周一 发现了和正义 以及人道无关的世界 在当时东河影业 所引进的电影里 贫穷的恋人 在7月14日的晚上 相遇又别离 俄罗斯大公 在古都参加国际会议 深夜用马车 拉着小镇里的姑娘 飞奔而去 他这个时候接触到了 不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而是欧洲的电影 在欧洲中部的麦田里 尚未成名的大作举家 和漂亮的女孩调情 农物深锁的英国首都伦敦 满天过海 神出鬼没的怪盗 遭到妓女的背叛 在穷人都不能互相帮助 这个世道 也走到了尽头的感慨态当中 怪盗被警察抓住带走了 这样的剧情 当然和任何欧洲的城市 任何社会现实都没有关联 不过对当时是中学生的 加藤周一来说 欧洲遥不可及 因而就可以不必在乎真相如何 黑白影像不过是实物的前影 但是呢 听到古都石板路上响起马车的声音 感受到中欧辽阔麦田上的蓝天和太阳 首风情的旋律 从小上窗户向外探视的女孩的脸庞 舞女们翻动着转成弧形的裙板 对我来说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年幼的时候读元田三夫所写的通俗的科学 在知识上面滋养了她 到了中学 又从东河营业所引进的这些童话故事里 获得了词养 童话世界里包罗万象 有恋爱 有野心 有背叛 有宿命一般的相遇 和注定的别离 不过每天搭乘电厕 往返于涉谷美族丁的 则是家所在 另外呢 在平和丁的中学 来了往往这两个地方之间 家人周遇说 我的现实世界却是一片空白 没有邂逅 自然无法陷入热恋 也就体会不到分手的痛苦 这个时候 战火已经在中国点燃了 但还不会波及到她 革命只是遥远的神话 所以爱情战争革命 对她来说都非常的遥远 她只知道学校 对学校和自己都感觉到无比的怨倦 电影院教会她在黑爱当中 顿入想象的世界里 然而想要独自在想象的世界里游玩 电影并非唯一的途径 放学回家爬上二楼 父亲的书房之后 并没有打开课本来看 而是寻找诗歌文艺类的书籍 书架上堆满了大布头的 德文医学书 他的父亲也是个医生 很少有文学书籍 只有几本和和歌相关的书 被挤在角落 而且呢 半数以上都是万页籍 这是日本古典文学当中最早的诗歌集 这是万页籍的旧著诗本 她对于日本文学的阅读 就从这里开始 从万页籍开始 但这并不是因为她自己所选择的 不是由她自身的见识所造成的 对于加弹周围来说 中学生的我需要一个想象的世界 但又不能一直看电影 于是不得不靠近文艺的世界 幸运的是对当时的我来说 其实是不幸 那就是除了万页籍之外 身边找不到其他的文学书可以读 不过无奈地选上的万页籍 却打开了一扇想象世界的大门 让她更能够领悟到 由语言建构而成的天地之美 万页籍的语言和一般阅读的日文非常不一样 如果没有对照注视 常常没有办法想象意涵到底是什么 于是加弹周围说 我初次见到脱离了意义的语言 意识到语言可能具有意义之外的性质 以至这种性质所暗示的可能性 尽将之海傍晚时分千鸟飞过 乳若不再 那样的一种声音 现在最主要不是文字的意义吸引她 是那样的一种声音 这使得她在万页籍里面 寻找到可以称之为叫音乐的东西 发现了诗歌类文学的奥妙之处 以及难以言语的魅力 她这个时候就背诵了几首万页籍的短歌 变成大的一部分 同一个时期 另外阅读了当时流行的 《岛基腾春》和《图景晚垂》的诗集 但是他们的语言 和日常生活惯用的语言太接近了 而母亲手上另外有一本 John Keith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位诗人 他的诗集 又离他所知道的日语太过遥远 两者都没有在诗歌语言上面 带来决定性的体验 因此当他思索诗是什么的时候 不会考虑岛基腾春和《图景晚垂》 也不会考虑任何的外国诗人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万页籍里面的歌人们 诗之所以产生意义 就是因为在美竹丁家里的恶龙 他跟万页籍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日暮的时分 然而万页籍的世界 和其他外国书籍里所记录的世界一样 那沉闷到难以忍受的现实生活 跟他们之间的距离 接近像是无限远一样 没有办法采明那样的沉闷 那样的煎熬 还有对于自己束手无策的原因和意义 他的判定的糟头来自于接触阅读 而且是反反复复地阅读万页籍 然后从万页籍接下来 因着他认识了戒串龙之界 读了戒串龙之界 这是非常优雅又充满了感情的少年回忆 写在加探周一 他的回忆录 杨之歌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随 我的事也不能做 我是林俊逸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反正长一段 我就只能去穿火 大家好 我是杨肇 我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张基逸 我是秦梦仲 我是李明德 太感后 我是谢以威 我是王一鸣 我是陈宏 感谢第一线防疫人员 保护整个全国的同胞们 不辞辛劳 日夜坚守岗位 感谢你们用爱防疫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守护台湾 台湾有你们 真好 感谢您 台北广播电台 向全体防疫人员 致上最高敬意